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大家好,我叫敏兒 現在在香港科技大學讀二年級的 我來讀環境管理 早幾天在迪士尼拍照 但我今天分享的故事 不是早幾天那麼近 就是很早十年發生的事 就是我剛剛在小四的時候 我和家人在內地移居香港 剛剛來到香港的時候 自然就有新移民的標籤 就帶著這個標籤進入小學 然後大家可能以為 一個四年級的妹妹去到小學 應該都好像正常人一樣 繼續讀書讀上去 然後就去到大學 但是我今天分享的故事有點特別 因為我覺得小時候的經歷比較迂迴 今天就分享有幾迂迴 四年級的時候 去了小學讀書 作為一個拆班生 很多環境上面都不適應 我以為應該過多一兩個月 我應該適應到香港的環境了吧 但是慢慢就開始出現 比如老師會突然叫我出去 林文兒你出來 然後就會跟我說 為什麼你學了這麼久寫繁體字 你都不會寫 但是其實當時是 我是會抄報紙 抄字典來學繁體字 但是我不明白為什麼 老師會不體諒 還有同學 小適的時候會突然間 倒下我的桌子 那些東西 所以你看到這個女生 不要理她 黑到見不到她 但是呢 最重要是 看她的表情 是不太懂得笑的 那就是因為當時發生了 很多這些學校 無論同學排斥我 或者是老師很不諒解的事 然後慢慢就變成了這樣的我 那當然這樣 比較悲觀的我 不是一天造成的 因為剛剛來到香港的時候 爸爸媽媽做事都做得很晚才下班 即是說11、12點才回家 那所以呢 很多事情都會自己搞定的 自己上學 自己溫習 全部都自己做 那當時呢 外面的人就會覺得 哇 你女兒多好啊 什麼都很獨立 自己搞定了自己 不用你理她 那慢慢我也覺得 是好像很獨立 有一個獨立的 很強悍的一個形象 給了一些朋友或者是親戚 嗯 去到後期呢 我覺得 我可以 就算我身邊沒有朋友 不要緊要 那我自己 老師不諒解 不要緊要我自己 我可以自己游泳 我可以自己跑步 自己走路 自己去看書 有苦可以跟自己說 有不開心可以哭給自己看 或者是 所有事情我都覺得 是不是我強大到可以 我什麼都自己搞定的 那去到後期我發覺 人其實不是獨立到這樣 去到一個位置呢 我的身體開始出現 非常好 就是這些 很多人給我的一些 情緒的壓力 令到我 開始 我不可以再掩飾 我不可以再有一個 所謂的面具呢 可以使我的家人 使我的朋友老師放心 嗯 開始有失眠的狀況 晚上呢 就算去到 那時候還可以聽收音機的 那十年前聽收音機 聽到晚上停台了 開始會 因為你已經再 已經沒有節目可以再播了 但那時候我都睡不著 每天都像油雲一樣 然後情緒大起大跌 我可以沒有原因 整晚在那裡笑 人家問我笑什麼 我不知道的 我好像在發誓自己 但好像沒有什麼原因 我可以哭整晚 開始呢 我的家人開始擔心我 我媽媽開始帶我去看社工 那社工一去到見他 他就給了一本日記簿給我 他說 那敏賢你坐下 然後這本日記簿給你的 那你就寫下你所有 那些不開心的東西 所有你學校裡面的東西 你可以寫進去 那就可以寫給我看 其實去到最後 寫出來的東西 又是給我自己看 就是全部東西 去到最後 都變回自己面對 然後媽媽發覺 這個社工好像都不行 他好像帶我去看醫生 這樣給了一些安眠藥我吃 那吃完的時候 感覺又真的挺好的 因為你突然間 好像所有人家跟你說的 一些不好的東西 侮辱你的話 很多人的不體諒 又或者是沒有朋友 就是很多這些 你覺得很痛苦的一些現實 你可以忘記了 吃完約半個小時就可以睡覺 但是睡醒覺 那些一幕幕的畫面 其實是會湧現回到我的腦海裡 你不斷靠自己 我靠自己 找很多方法去試 很多方法去脫離情緒病 這個問題 但是我發覺 我找不到方法 我發覺我靠自己 不行 那怎麼辦 算了 連最後的一條路 我覺得吃藥 都解決不了 連醫生都解決不了 因為我體漏了 這個世界有一樣 就是 這個世界沒有一種藥叫做愛 也沒有一種藥叫做陪伴 或者是靈聽 醫生 社工或者可以給很多專業的 所謂專業的意見 或者是很多的方法給我 但是那些方法很冷 很死 他好像在書本裡面 扔出來 Solution A不行 我就給Solution B給你 但其實他有沒有聽過 我內心裡面有些需要呢 我究竟缺乏的是不是 我缺乏了一些神經的元素 你就去補充給我呢 我缺乏愛 你可不可以給我呢 我缺乏人常 知道我 來到一個新的環境 我不適應 有沒有人能給我呢 那去到之後呢 家人都束手無策 但是呢 跟我差不多時間來香港的表哥 我知道他 來香港沒多久 就有 跟著 學校有回團體 我看到他開心很多 但是我一開始的時候呢 都很抗拒 覺得 嗯 信 耶穌啊 這些東西好像不是我的 即是 我不會找他 我覺得自己 還搞得好 但去到那個時候 我發覺 不是什麼都靠自己都可以的時候呢 我已經沒有路可以走的時候呢 跟著我表哥邀請我去 回教會團體 回去 那時候是有一個生日派對 那樣 我就去了 然後呢 去到教會的時候呢 本來我以為 哎 他們應該都跟 社工醫生一樣 應該都是差不多的 是一些 有需要的人去到那裡 跟著就關心下來 我以為是這樣 但是呢 令我很出奇的一件事是 那裡的人其實 個個都不認識大家 但是呢 我覺得他們在 他們身上 我覺得他們有很真摯的 歡迎 還有 有 令我很放心的笑容 那呢 這個就是 當年的生日派對了 那在我自己 都沒有跟自己 慶祝生日的時候呢 那些 和我幾乎是素未謀面的 哥哥姐姐呢 就已經奠記著我 已經為我預備了生日蛋糕 在這裡呢 我覺得 我不需要再 裝得很強悍 我不需要再覺得 什麼都靠自己 就搞得怎樣 又或者是 我不需要再去欺騙自己 說其實我沒有朋友都可以 我沒有人關心都可以 而是在這裡我又找到 真正的陪伴和愛 那這裡就是很早期的時候 以前還是很小的我 那去到後期了 我覺得 認識了這位 就是 開頭認識大英姊妹 後面大英姊妹 帶著我認識神 那些神之後呢 我覺得 我的情緒病 是有 180度的扭轉 因為 我真正最根缺乏的 剛剛說的是愛 我很缺乏的是 陪伴 但是呢 我發覺 在這裡我找到神 我有24小時的陪伴 是有一位幫我同行的神 和我面對很多事情 有很多人說 神 好像看不見我 他怎樣幫你 又或者怎樣做你的自己 那 譬如在學校裡面 以前呢 我剛剛說在學校裡面 很多同學們排擠我 又會推倒那些東西 那時候我已經信了主 我跟主說 主要你幫我情子這班同學 你將公義給我 後來呢 有一個很 平時是從來都不出聲的老師 然後呢 就扔了那些同學出去 然後就罰他們 可能在你看來 這件事好像很小 蛤 會不會是巧合而已 或者怎樣 但是呢 在我身上我覺得 這位神是stand by me 在你最需要的時候 或許你的朋友 未敢和你出面 但是這位神是可以 使一切事都可以幫你settle好 幫你安頓好 那種的支持呢 不是 不是一個人在你旁邊 就可以給到你 這件事很實際 我覺得我信了耶穌之後 很快聽 他聽我討告的一個經歷 那去到今天 我覺得我的情緒 可以說是不若而語 因為呢 我覺得 今天我不是 是一個負面的人生變成靈 我覺得我的負面的人生 我認識這麼喜樂 還有呢 這麼喜歡跟我同行的神呢 我可以變成靈 可以下掌powerpoint 例如呢 我剛剛考完DSE 這裡應該有很多 剛剛考完DSE的同學 剛剛考完DSE的時候 就參加了這個 Go to fly的計劃 裡面就扮演一些 很鬼馬的角色 這樣呢 這個也是一個很樂 就是 後面就可以表現出 一個很樂天的表現 再到他的後期呢 我覺得神是幫我突破了我的局限 以前很擔心去再接觸人 或者覺得自己也能做得到的呢 那就可以去 在興趣班裡面 即是無論在教會 還是在一些NGO裡 即是做一些導師的角色 我可以把我的生命和我的愛 去影響小朋友 可以下掌 那剛剛說到 爸爸媽媽剛剛來香港的時候 比較少時間去跟我一起 但是我發覺呢 我不是現在在等著 或者期待著 要求我爸爸媽媽給我些什麼 又或者我要求他們 給多點時間陪我 而是 我可以擁留愛給我的家 他們都需要我的愛 他們都需要我的關心 所以呢 這些是我陪我的家人 後面呢 我就帶了我弟弟和婆婆信主 那都可以把這位 這麼喜樂的神 帶到我家 對了 這些呢 是在我中學的時候 老師和同學給我的評價 我想在人家的眼光中 會更加看得出我的改變 除了手邊那張 是我的班主任和英文老師寫給我 他覺得我很熱情 無論是對著我的學習 還是對著我的生命 我的熱情是很影響人的 還有呢 旁邊這張是一個 其實和我不太熟悉的同學 來的 但是他說 看到我 真的 哭都可以笑 我發覺這位神呢 我發覺這位神呢 在我相信了 住幾點年月裡面呢 透過很多經歷 教會裡面的哥哥姐姐 很多的愛惜 使我成長 我今天可以擺脫那個呢 我覺得 很難跟大家說出來 好像很收家的我 而是可以有一個很榮耀 還有可以湧流著生命的人生 是 所以呢 今天 雖然我 21歲 但是我可以說 我的下半場 不需要再唱獨腳戲 不需要再自己飾演所有的角色 而是有 我一位很想和我近 和很想做我自己的神 還有一群很愛愛的特影子妹 和我一起演繹這個這麼精彩的人生 是一個很熱鬧 和很開心的人生 是 其實這一份 這麼厲害的喜樂 和幸福 其實你們都可以擁有 我覺得 這位神已經預備了給你們 我盼望你今天可以認識他 和得著這份喜樂和幸福 多謝大家